这是我看过最离谱的黄牛被骗事件 没有想到黄牛居然因为PS5而破产 还记得那个买不到PS5的年代吗 一个男人叫做小帅 宣称自己有稳定货源 而且都是原价卖 但一定要先付钱 先付钱听起来很像诈骗 一些网友虽然半信半疑 却还是尝试跟小帅购买 没想到真的有拿到货 没有意外的话就要发生意外了 这个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大量玩家纷纷向小帅购买 其中也包含了黄牛 大湖黄牛甚至一次下单上百台 没想到这次小帅拿的钱就跑 黄牛直接血本无归赔了上百万 大家好 我是雷门 今天要来聊聊当黄牛遇见庞氏骗局 这次的庞氏骗局设计的巧妙之处 就是越是贪婪的人就越容易上当 一般自用玩家并非是犯人的目标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会在后面解析 庞氏骗局是一种非法的金融诈骗手法 骗子透过创造故事 创造一个虚假的商业模型 吸收投资者的资金 之后利用后期加入的投资者的资金 来支付早期加入的投资者利息 挖动墙补息墙 初期能够快速收集资金 早期加入的投资者也能够获得汇报 但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 资金将会逐渐入不敷出 最终套模破裂 后期加入的投资者就会血本无归 小帅利用庞氏骗局的想法 把骗局设计到PS5上 小帅对外宣称 自己有原价的PS5并且在前期都有老实的出货 让玩家们信以为真 并且不断黑龙转捉 把大家都骗进来 放长限调大鱼之数 台北一位小姐叫做小美 认识了小帅之后 小帅用原价15980台币 卖了一台PS5给小美 交易一切顺利 之后小美又买了一次 第二次也正常 没想到小美从此陷入了泥沼 第三次 小美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汇给小帅 一次买20台 小帅看到大鱼上钩了 就开始找借口拖时间 一个月出个一台 小美永远拿不到全部货 一般玩家买游戏机 是为了玩游戏 只想买一台 小帅对这类人没有兴趣 小美一次买20台 小美这种想买来转卖的黄牛 才是庞氏真正的目标 小帅在卖PS5给小美时 跟小美说 你跟我买原价的PS5 你可以加加6000再卖给别人 买越多赚越多 试想 一般人如果手上 有一堆PS5又大又重 保存不易 找买家也不易 所以小帅很贴心 顺便提供小美转卖服 小美付钱给小帅之后 货就直接放在小帅那边转卖 小帅如果卖掉一台 就加6000给小美 背地里 小帅只是躺着领钱 连出货的工都省了 有事没事就会点钱给小美 给小美意思一下 时间就可以慢慢拖 小美永远拔不回本金 在庞氏骗局的过程中 小美要是发现了不对劲 想要抽身向小帅申请退款 想要向小帅讨回20台的本金时 小帅就联络另外一位 想买20台PS5的丧标 把小美的账户提供给丧标 丧标就把20台的钱汇进 小美的账户里 小美拿到钱 开心地走了 等到丧标拿不到PS5认为 是诈骗的时候 到法院提告要找小帅时 小美的账户就被冻结 找到的人 也是小美而不是小帅 小帅透过机招挖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 不断延长骗局泡沫化的时间 收集了大量的资金 在最后撑不住之时 卷款跑路 事件也就因此而爆发 事件溢出来之后 由于有不少的玩家 是真的有拿到货 并且热心地 把可以原价买PS5的消息 推荐给了亲朋好友 但就是这个热心的举动 反而害了很多人受骗 有拿到货的人 甚至都被怀疑是小帅的工发 或许本次事件最可怜的 正是这些人 看到这件事情 我的第一个的想法是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只买一台 那就是一个买家先付钱 但是卖家不出货的诈骗 这样的诈骗应该是天天发生 只是不会变成新闻 但是黄牛却是一次买上百台 被骗了身家财产 加上受骗人数众多 最后组成 自救会才途上台面 只买一台的一般玩家 并不是庞氏骗局的目标 因为你只买一台 他货不给你 你去告他 他的庞氏骗局就破功了 而且你只买一台 庞氏根本没有利润 他原价给你 庞氏的犯人还要损失一点钱 庞氏的犯人损失的钱 就当做是付广告费 这类散户玩家 能够达到 很好的宣传的效果 所以买一台的人 大多应该都有拿到货 等到大户的黄牛被吸引过来 庞氏的犯人 在一口气收割 黄牛就变成韭菜 这次的庞氏诈骗事件 骗子固然可恶 但网友对于看到黄牛被骗 大多表示 看到黄牛被骗真爽 谴责诈骗跟嘲笑黄牛 跟同情无辜被害者 是三个独立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做 最后 庞氏骗局的犯人若是被逮捕 民事赔偿可能不是赔钱 而是赔PS5 买烟赔烟 而现在市场上PS5已经不缺货了 那些买100台PS5的黄牛拿到货后 现在不知道还能卖给谁 有网友认为 买的人只是想原价买PS5而已 所以不叫做贪心 如果买原价叫做贪心的话 就是把炒作价格当作原价 变向的是在合理化黄牛炒作的行为 我认为的却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不是因为贪心 只是因为心存侥幸 加上很多人真的是有拿到货 才会产生了这样集体失智的状态 有网友说 在犯人跑之前 没有人知道是诈骗 但其实 大部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诈骗 有实体通路的各大连锁店 都拿不到货时 一个神秘网友自称 有稳定货源 这不是诈骗甚或是诈骗 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有网友留言 黄牛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有黄牛在 让愿意付更多钱的人更有利 这根本是鬼扯 例如 大壮很喜欢风铃钢弹 风铃钢弹 在大壮的心目中的价值有3000 但厂商只卖1500 大壮买到觉得物超所值 买了好开心 结果黄牛垄断商品 拿来卖3000 大壮实在太想要了 还是出手买下 但就没有耐磨 开心了 黄牛就是为了自己爽 压缩其他消费者的利益 跟你有没有钱 根本无关 厂商在决定定价时 也不是单纯考量 有没有人满 企业形象或是是战略 综合各种因素 最后才决定定价 结果黄牛来哄抬价格 不止消费者 生产者也受到伤害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当中有许多是参考新闻 网友留言 被骗的朋友的证词 事件的全貌或许并非全 如我所说 但本影片的宗旨在于 诈骗宣导 知道这个案例之后 不要心存侥幸 太贪心 以防被骗 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 有圣摩心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雷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